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之前 他依然推文不断 一下子对经济成长激励喊话 一下子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批传统媒体还分别要求加州和纽约下地狱 川普自从确诊新冠肺炎后发文频率暴增 以12日为例 川普自上午7点30分开始发文 至晚间8点都在复求拉票 川普共发文51则 转推推文51则 纽约已经下地狱 加州正在下地狱 伊利诺伊州很糟 川普要支持者投票给他 并表示 要留住保障人民携带武器 实施正当防卫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就要投给川普 川普转发两则选票处理疏漏的新闻 分别是一名纽泽西州邮局员工 被控丢掉99张选票 近5万名额害额选民拿到有问题的选票 川普说这就是操纵选举 川普多次以大写形容经济成长状况说 股市表现史上最好 经济马上就要突破历史记录 在拜登执政下只有加税 失业和全组未有的大萧条 股市大涨难道我们都没有功劳 假新闻报道里从来不提到我 川普在推文说 潮史上最棒的经济前进 股市又涨了300点 别让拜登给破坏了 川普还拿拜登12日在俄亥俄州竞选时 再度口误称自己要竞选参议员仪式做文章说 这状况只会越来越糟 也不是美国所能承受的 若拜登当选 中国将会拥有美国 拜登不仅口误说错自己正在竞选的职位 福斯新闻报道 拜登似乎也说不出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希的名字 川普说 若是我这样 我就是失格 若是他 他只是昏昏欲睡的拜登 川普说 若不是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做的太糟 他也不会当上总统 事实就是这两个人很糟糕 且他的施政满意度也比这两人好多了 11月3日将是美国伟大的一天 史上最激励人心的一天 甚至超过2016年 川普说 统计专家习福成立的选举预测网站 538指出 拜登全国支持度达52.3% 川普42% 两人差距10.4个百分点 川普说 到处都是假新闻 传统媒体彻底疯了 因为他们了解到 川普与共和党在所有民调上大获全胜 传统媒体却撰写一则又一则的假新闻 川普批评传统媒体是真正的病人 呼吁支持者投票 连公认挺川普的福斯新闻都难逃川普批评 他说 福斯新闻容许越来越多的川普负面广告 今夕不同往日但我们会赢得比2016年更多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三周 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美国选举项目数据显示 目前已有超过1000万名选民提前进行了定于11月3日总统大选的投票 大大超过了2016年大选的提前投票数 预计投票率将比2016年大选时更高 数据显示截止当地时间12日晚 近1040万美国人已经提前投票 相比之下 截止2016年10月16日 只有约140万美国人提前投票 数据显示 明尼苏达州 南达科他州 弗蒙特州 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辛这五个州 目前的投票数量 比2016年大选的总投票数高出20%左右 报道称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蔓延使得提前邮寄投票的数量 尤其是民主党人的投票数量激增 对此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川普多次表示 对邮寄投票的怀疑和不信任 尽管没有证据支持 但川普仍一再表示 有机投票可能会导致选举未能反映现实 10月12日 美联航宣布将于10月21日起 恢复中美不经停直飞航线 往返于上海浦东至旧金山国际机场 每周运营四班 由波音777300ER客机直飞 旅客可于每周三 周五 周六和周日搭乘该航班 从旧金山抵达上海 呼吁每周一 周二 周五和周日 从上海出发飞往旧金山 即日起 旅客便可登陆美联航官网或APP预定机票 报道称 自10月21日起 美联航上海往返旧金山航线 将无需在京庭韩国首尔 今年2月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 美联航曾暂时停飞中美航班 此前美联航是运营中美航线 最多的美籍航空公司 周章纽森在12日新闻演示稿会上说 加州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的工作 取得较大进展 绝大多数检测者可以在48小时内收到检测结果 纽森称 过去7天 加州日均检测12万7094次 仅10日这一天就进行了超过16万9千次检测 检测阳性比率进一步降升至2.6% 90%接受检测人士在24至48小时内获得结果 11日这一天 加州添加阳性病例3449宗 而过去7天 日均添加阳性病例3321宗 纽森表示 加州将很快宣布检测工作更新进展 通过与检测合作伙伴合作 不但将成本降低 检测结果出炉也将更及时 纽森解释 对于检测呈阳性者而言 由于检测结果的及时性 对立即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起到重要作用 加州培训了近11000名接触者追踪员 其中1800多人是双语工作人员 州府还为这些追踪员提供全加州范围的远程支持 过去14天 加州因为感染COVID-19而住院的人数降至2196人 比起9月28日的2392人减少8% 其中加护病房人数还有604人 比起9月28日的693人下降了13% 这显示加州疫情进一步好转 因此在加州更安全经济蓝图 紫色层仅剩16个线 红色层增至21个线 橙色层有11个线 黄色层增至7个线 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厅厅长加利解释了 加州将如何降低新冠感染率的工作 他说 州代理卫生总监 州公共卫生厅传染病防治中心副主任 和州府流行病专家 潘格正在会见接触追踪员和各县卫生官员 以提供所需的专专业知识和支持 加利表示加州正在努力避免一个病例不会通过传播而变成20甚至30个病例 他说超过95%的地方卫生部门在收到检测结果 同一天就开始联系所有的新冠养性病例 此外超过97%的地方卫生部门 在同一天就开始追踪所有接触者 加利提到 州府正与地方司法机构合作 以学校为基础模块 追踪学生和教师中的病例 并进行疫情调查 纽森谈到 隔离检疫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的重要性 强调了对感染者的支持 他指出 加州的劳工获得有保障的带薪病假 纽森提醒公众 应保持警惕并遵守所有的卫生指南 他指出 即使防疫工作取得进展 加州平均每天仍有近70例 与新冠有关的死亡病例 纽森还提到 已从9日起 加州对新冠指南进行了调整 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户外私人聚会 参加聚会的人 必须来自不超过三个独立的家庭 聚会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每个人都需遵守卫生指南 戴口罩 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 勤洗手 他提醒参加聚会必须保持谨慎 在发布首批5G iPhone之后 Ryzen正式推出其5G网络 Ryzen主要宣布推出全国性5G网络 该网络覆盖了全国1800个城市的2亿多人 这些网络是使用较低的频谱频段构建的 这意味着信号传播的距离更远 Ryzen还宣布了其超高速宽带5G网络 现在已经在55个城市 43个体育场馆和竞技场 以及7个机场可用 该网络将允许极大的加快上载和下载的速度 改善实施游戏的速度 这一次5G iPhone的发布真正宣布了5G时代的到来 苹果刚刚宣布了新的iPhone 12 它有五个颜色 黑色 白色 红色 绿色和蓝色 红色的收益用于捐赠抗击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这款手机比iPhone 11还要薄 更小 较小的设计和明显平坦的边缘 让人回想起了iPhone 4等早期的iPhone机型 iPhone mini具有与iPhone 12相同的功能 包括5G 双摄像头系统和电话保护性陶瓷屏蔽材料 但是它比较大的版本更小 更轻 并具有5.4英寸的显示屏 苹果在iPhone 12的背面增加了一块磁铁 以使其与无线充电器更好的搭配 以实现更高效的充电 这也使某些配件可以扣到其背面 允许无线充电通过某些配件进行 苹果主要表示 iPhone 12 Pro将配备激光雷达扫描仪 该激光雷达扫描仪使用激光脉冲来测量物体之间的距离 该技术以帮助自动驾驶汽车导航而闻名 可用于构建不同场景的深度图 目前苹果计划将其用于多种应用 这将有助于将增强现实对象更精确的定位 并有助于快速自动对焦手机的摄像头 以捕捉照片和视频中的弱光场景 iPhone mini的起价为699美元 iPhone 12起价为799美元 iPhone 12 Pro为999美元 而Pro Max的起价为1099美元 10月6日可开始预定 10月23日发货 Pro Max和iPhone 12 mini 11月13日开始预定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11月大选即将来临 为了给本地华人民众投票提供参考 华新保险联合与著名华人刑事法专家 南加知名媒体评论员华裔律师邓宏 前检察官现任亚凯迪压师议员 南加州知名审判出庭律师 郑伯仁举行华新讲堂线上研讨会 会议针对11月加州公投的12项提案进行逐条解析 并从华人社区的角度出发 分析利弊 今天向大家介绍研讨会的第八部分内容 20号提案里面的话 就是另外一项提案 这项提案里面的话 就是根据我们很多民众反弹 在2014年我们通过了47号提案 将一部分大部分的这些偷窃案子的话 从这个重罪降为轻罪 以前的话400块钱以上的这些的话 都属于重大盗窃罪 后来的话变了950块钱 以后大部分的这些盗窃案件里面的话 警察的话从重罪降为轻罪来处理了 这是47号提案 57号提案里面的话 就是允许加州政府的话 大规模的释放州里面关的犯人 所以说州的犯人的话 其实在realignment这过程之中里面 背景是什么 在10年以前 加州里面监狱一共的话 关了16万的犯人 里面的犯人以后 床位里面只有8万人 超一半以上 所以出现很多犯人的话 关的地方的话太拥挤 他有病的话没办法看医生 所以后来ACLU告了加州监狱管理局 以后最后的话联邦法官 就是勒令加州政府 必须要在五年之内 将所有的16万的人口的犯人的话 降了10万人 当然的话为什么降了多的话 为什么加州以前一贯以来 里面的话 这个top one crime 三政出局 一下子一系列的重的这些重罚 犯罪的话 是幕后最重要的一个 监狱 加州correctional officer里面的association 这个加州监狱的工会 非常厉害 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个 跟Jerry Brown 在有一个所谓的NATKM agreement NATKM他们在 Sacramento一个餐馆里面讲话 工会的代表跟州长里面谈 以后他达成一个调 后来讲话就是保证的话 这些工会的人员的话 每年的话百分之五的掌薪 以后并且的话薪水的话 必须要维持他退休之前的薪水 所以出现里面的话 监狱的看监的人员的话 一退休下来 他们的薪水 我们纳税人要付15万到20万以上 每一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工会力量非常大 所以他希望的话 有客员来 你关的犯人越多 我们的话就是工作永远有保 没想到的话联邦法官的说 你必须要从16万人降了10万人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后来Arnold想出个办法 Arnold州长的话就是说 那好我在加州的关一个犯人 要300块钱 每个人的话 我纳税人要付300块钱 我将犯人输送到这个Arizona州 那可是65块钱一个人 没想到里面的工会 还要发动所有的议会 因为大部分的民主党的议员 都是受工会控制的 所以马上改变措施 OK好不允许加州的犯人输往外州去 所以现在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最大开支的 是我们加州管犯人的这个部分 所以为什么通过47项提案的话 就是以前的加州的话 一年以上是到州监狱里面去 后来47项提案 57项提案的话 将这些加州犯人的人的话 推给了county里面去 county里面的话 一般以前是关一年以下的 或者候审的人士 没想到州政府将这些 那么多人当给了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里面的话 也没有经费 额外的经费 所以为什么犯人那么多的话 一到了county里面去 county拼命的放人 你给我你不给我钱 我也没办法 关那么多人 就不断的犯人 所以犯罪行为那么多的话 就是大部分的这些人的话 是从county里面出来 因为是从州到county county里面现在的话 要所有犯罪率的话 你说是不是47号跟57号真正造成的话 并不是 就是因为工会里面 不断的要重罚重罚重罚 大部分的加州最大的问题的话 是65%的犯罪人士会再犯 因为大部分人士有吸毒问题 出来之后找不到工作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现在提出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是属于要怎么改变47号提案 所57号提案的 他分成了六大类 第一大类里面的话 要将两类案子的话 就恢复成重罪 一个的话是贯犯 偷窃贯犯 如果是两次以上的话 这类案子里面的话 变成贯犯 以后变成重罪 另外一方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参与 这个偷窃集团的 以后偷去 以后这种的话 也是属于重罪 同时的话 这个950块钱 如果是偷窃里面的话 950块钱是以下属于清罪 950块钱以上的属于重罪 那但是如果是偷箱店的 其他不是货品 好像收银机啊 或者是别人的信用卡 这个的话 不管是不是950块钱 以后的话都是属于重罪 另外一方面的话 在很多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话 57号的话 是将州里面的犯人 降到了三年以下 他推给county里面去 county里面的话 你这里边管了 管了之后 如果是违反了 他好像你不能够再犯罪 以后他再犯罪的话 那你只能到county probation里面去 到法院里面去 罚的话最高不会超过一年 所以他现在的基本上 就是说这些属于poreau出来 从州这样的县里面来管的话 那一旦只违规 他应该是回到poreau这个里面去 三年以上的惩罚 违反的时候 所以他要求重罚这个部分 以后的话 当然这个还要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在DNA提取方面 现在的加州 如果是重罪逮捕家暴 或者是持武器重罪的话 他一定在逮捕程序里面的话 要提取DNA以后 现在的话就是说 用sharp lifting这样提案的话 sharp lifting只要给警察逮捕了 轻罪这种行为的话 警察必须要提取DNA 以后建立DNA的资料库 其实这类这个提案 20号的提案是想办法要恢复 这个top on crime的一个情形 但是很不幸里面 就是说这种现在加州 最大的问题是65%的重罚率 就是因为毒品问题 或者是这犯的这个被告的人 有精神病的问题 四分之一的人都有精神病的问题 得不到治疗以后 永远将监狱当成精神病的治疗所一样 关在里面去 以后服完刑又出来 但是的话还是没办法 还会再犯 所以出现很大的问题 当然最大的问题里面的话 就是说这个提案的人 忽略了真正幕后的动机 就是说因为警察支持他 为什么top on crime的话 警察工会支持他 因为这样子客源远远不断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提案通过之后 我们纳税人要付更大的代价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民主党是反对 反对的理由就是因为工会的理由 但是共和党反对的话 就是说觉得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案并不是完美的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疫情速递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汉天卫视疫情特别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